和府被抄的时候 我父亲中书令和松大人 和三个嫡出的哥哥 都被包皮食草了 我那高贵的嫡母 在牢里吞了发钗上的金珠 一共六颗 但牢头不许她死 几个狱族又是长嘴 又是叩喉 嘴角都扯烂了 鲜血淋漓 硬是没让她死 后来 她和和府那些沈娘伯母一样 流放的流放 发卖的发卖 男人基本都被砍了头 老弱妇孺大都流放边疆 剩下年轻的女眷 姿色好些的等着被拍卖 姿色一般的直接送去了军纪营 彼时我和我的五个姐姐 四个妹妹 还有十几个堂姐堂妹 被简单打扮了一番 站在奇装所的台子上 正在被拍卖 能到朝廷的奇装所买人的 都是有钱的大家子 我的六姐被人买走了 底下的议论说买她的是 颜卫府的人 张颜卫老的都可以做她阿翁了 一只脚踏进棺材的人 府里小妾十几名 我十二岁的小堂妹 也被买走了 买她的是吴郡王府的世子爷 世子爷出了名的好色和暴虐 死在她手里的女人多得是 何家还没垮的时候 门声无数 我再等一个叫张扬的书生来救我 她家很穷 穷得揭不开锅那种 但她有些才华 秋围的时候中了富榜共生 我父亲很看好她 但又怕万一压错了宝 于是将我这个不受待见的庶女 指给了她 我和她见过一面 她很害羞 应该是喜欢我的 我想她应该会筹了银子来数我的 我的九姐姐何真也在等 她等的人可不得了 是当今的五皇子殿下 九姐姐在京中小有名气 才华横溢 空喉谈得尤其好 何家若是没垮 她是很有机会嫁给五皇子的 但我们俩都没等来想等的人 我想张扬或许是囊中羞涩 不好意思来了 台下有人提了一嘴九姐姐的名字 她标价最高 不仅因为她有才华 还因为她曾是中书令府中 最风光最受宠的敌妖女 有人想买她 买主是京城首富李家的公子 李公子有钱 他要买来送礼 李公子说 我有个表兄 成亲四年无所出 我要买个妾 送给她帮忙生孩子 须得是个样样都好的 才配得上她 我九姐不愿意 嘴巴抿得紧紧的 脸色很难看 她一向性情刚烈 这个时候 我站出来了 我对买主说 我九姐何真自幼体弱 不适合生孩子 买我吧 我不仅便宜 还身体健康 面色红润 适合生养 李公子笑了 我对九姐姐说 早做打算吧 别等了 活着要紧 结果她当众骂我 骂得特别难听 何琛 你还要不要脸 何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你就这么下贱吗 你怎么不去死 我宁愿去死 也要保住真结 底下有人赞她好烈性 她也很干脆 直接一头撞向台上的柱子了 结果是 一头血地晕了过去 醒来后 拍卖已经结束 她的五皇子没来赎她 她被送去了军纪营 她真是没脑子 到了这个时候 还没清醒 那时我已经被带回李府了 李家贵为京城首富 府宅高阔 庭院深深 我被按进枣筒里 里外洗了个干净 然后穿着锦衣华服 塞到教年里 辗转送去了另一座 同样高深威吓的府宅 我后来才知 那是常宁侯府 当晚侯府的人 又给我洗了一遍枣 抹了香膏 我觉得自己 快被洗得掉一层皮了 后来侯爷沈家园就过来了 好在她长得不错 身材挺拔 挺笔薄唇的 但她很冷漠 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直接吸了那盏长明灯 床围落下 一是以你 我九姐说我丢光了 何家的脸 我忍不住想 何家在的时候 我和我那不受宠的生母 杨姨娘过得就挺悲惨了 不受父亲重视 嫡母高高在上 管是见人下菜 冬天的时候 我们屋里连炭火都没有 我常年穿的衣服就那几件 个头也在长高 有一年冬天 就凹子穿着小了 想做件新的 给我嫡母说了 结果她很生气地来了句 这是在怪我苛待了你 新凹子没有 还被打了几耳光 脑瓜子嗡嗡的 我的嫡出姐姐们 捂着嘴笑 后来我九姐姐扔了两件 她不穿了的翱子给我 树出的女儿们 是任由她们欺辱的 我还记得 有一次 嫡母带姐姐们 去太尉府看马球 让我也跟着去了 结果回去的时候 她们故意没叫我 马车走远了 我一个人走了 五个时辰的路 天都黑了 才回到府里 我当时害怕极了 路上有辆灯徒子的马车 一直尾随我 险些将我骗了去 让人记忆犹深 九姐姐大言不惭地 说我不要脸 我有什么错呢 我做和家的女儿时 没有想过一天的荣华富贵 如今遭了难 难不成要我以身殉家 不成 我还有个弟弟被流放了 我弟弟阿盈才九岁 跟着那批老弱病残 被发配到了边疆 我生母杨姨娘 被官贩卖走的时候 哭着对我说 阿琛 救你弟弟啊 边疆苦寒 你弟弟会死的 他被卖到了哪里我不知道 可他真傻 我都自身难保了 怎么救呢 但是阿盈是我亲弟弟啊 因为是男孩子的缘故 他在和家日子过得比我好些 是寄养在嫡母名下的 他读书刻苦 小小年纪 冬天手都冻出了窗 还在看书 他曾流着鼻涕 妄声对我说 阿子 等我长大了 也去考取功名 到时候就能保护你和阿娘了 我那傻弟弟阿盈 正走在被发配的路上 天寒地冻 饥寒交迫 他能撑到何时呢 我想我应该讨好沈侯爷 于是下意识地轻唤他一声 爷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 神情莫测 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我于是知道他不喜欢我发出声音 我闭了嘴 行欢过后 我已经很累了 可我还要强撑着疼痛的身子 穿好衣服 跪在他面前谢恩 他抬起我的下巴 问我叫什么 我答何琛 他说 你是何家的第十一个女儿 我点头 他又说 以后你就叫十一娘吧 他可真神了 用我本来的小名 给我起了个新的小名 四日一早 我就被寒醒 穿了衣服去给夫人磕头 沈家园的夫人秦氏是个美人 但很严厉 因何家没落 我已是奴级身份 连他的侍妾也做不的 我是比侍妾还要下等的婢妾 婢妾低贱 在主人面前要永远垂头站着 端茶倒水 垂腿揉肩 秦氏要我做什么 我就得做什么 在沈家园面前也是如此 每晚行欢过后 我不得逗留她的床榻 哪怕骨头散架 也要立刻起身下床 穿好衣服 跪在她面前等她差遣 我后来才知 沈家园与秦氏成婚四年 没有子嗣 并非秦氏不能生养 而是沈家园很少去她房内留宿 他们夫妻感情不和 据说是因为秦氏害死了 与她一同嫁入 常宁侯府的树妹秦三小姐 秦三小姐是侯爷的测试 是她心头的白月光 这些与我无关 我是李公子送给沈家园的礼物 用来传宗接代的工具 常宁侯爷二十三了 没有孩子 去年府里也抬了个通房 但一直没有动静 老夫人着急上火 李公子是老夫人的外甥 沈家园的表兄 她送来的女人 秦氏不敢不收 但秦氏好度 大户人家的手段 我是知道的 她大概想等我生下孩子 去母留子 我尤其想逃沈家园欢心 她不喜欢我发出声音 我就闭解了嘴巴 我很卖力 竭尽全力迎合她 她很满意 但我累倒在床上 再也起不来了 她也没有急着让我离去 修长手指 把玩着我的一缕青丝 十一娘 你胆子很大 我不怕她 慢慢爬过去 爷 您让妾做什么 妾就做什么 我刻意讨好 睁着眼睛天真的看她 她却眸中闪过冷笑 推开了我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咽了咽口水 我有个弟弟被发配到了边疆 她没等我说完 打断了我的话 玩味地看着我 何盈 我赶忙点头 像她这样的全是贵族 买了个碧切 怎会不调查清楚一切 果然 她说 你弟弟出到边疆 染了场重病 差点死了 我呆呆地跪在她面前 从她幽黑的毛子里 看到了自己微颤的身子 长发披散 眼神涣散 她又说 既是你的弟弟 定是要托人照料的 你放心 她暂时还死不了 我眼眶一热 赶忙给她磕头 谢谢爷 她抬起我的下巴 只要你乖乖听话 你们姐弟会有相见的一天 我心里暗想 我还不够听话吗 呵 男人 我虽是下等的婢妾 但神福也给我配了个婢子 也是没落的奴籍身份 名叫林英 十五岁 珍是同事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但她日子过得比我好 她不用爬到沈家园床上 也不用被秦氏叫去立规矩 我对她真心好 可她也不知怎么想的 脑子和我九姐姐和珍一样清奇 她想做沈家园的妾 每次沈家园院里的嬷嬷 来告诉我晚上过去事情 音音都格外紧张 她让我穿青色的被子 她自己穿粉瑕色的 我发肩指带了一支白玉钗 她多带了支花簪 她这是看我好欺负 但我不计较 她长得不错 眉清目秀的 我心里暗暗地想 沈家园那么勇猛 常常折腾我到半夜 多个人分担也挺好 我晚上被她折腾 白天还要去给秦氏占规矩 但凡知道我和沈家园睡了 秦氏那日的规矩都格外重 我撑得很辛苦 音音那个傻子 莫不是以为秦氏 每次叫我过去是喝茶聊天的 这日时候 沈家园去敬房洗浴 而我赵丽氏穿好了衣服 跪在床榻边 等她回来喝口茶 如往常一样 对我说一句回去吧 以往奉茶的是 她自己院里的丫鬟 都被调教得很好 低头垂眼 规矩得很 不同的是 这次奉茶的是林音 清障阴暈暖香 沈家园刚刚洗完澡 穿了白色单衣 贱眉薄唇 下河冷白 阴阴的脸红到了耳根 不敢抬头看她 天佑少女怀春 寒情默默地看一眼 将茶水递了过去 声音软糯 爷 您请喝茶 沈家园接过茶展 音音的手指不经意地 触碰了下她的手 面颊飞红明艳 衬着她瑕色衣衫 粉妆欲拙 令人心动 但沈家园看都没看她一眼 喝了茶 开口让我们回去了 音音失望 但没放弃 同样的操作又来了几次 她反复地练习了抬头凤茶时的眼神 呼吸 动作 角度 确认已经足够惊鸿一瞥了 但沈家园还是没有看她 她于是变本加厉 在一次我和沈家园试后 我趴在沈家园怀里平息 她的手俯过我的长发 正轻柔我的耳朵 轻障之外突然传来音音的声音 爷 您累了吧 您请喝茶 沈家园的手顿了一顿 我的呼吸也顿了一顿 她抬起我的下巴 漆黑眼眸闪过危险的光 你房里的壁子 跟你一样胆大得很 我咬了下唇 弱弱地说 爷 繁衍子嗣 多个人总是多些机会的 于是她若有所思 十一娘言之有理 后来 我失宠了 我身边换了个叫潘潘的丫鬟 长得 实在是一言难尽 头脑简单 十分粗糙 音音成了新宠 被沈家园召唤了两次 秦氏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她身上 我不用背力规矩了 但轻松了几日后 我就感觉到了危机 我弟弟阿颖怎么办呢 我真是蠢死了 我日复一日地睡不着 总梦到天寒地冻 我九岁的弟弟在修成斑砖 瘦骨临寻地冲我惨然一笑 我吓醒了 我突然明白了 我若不受桎固 我的弟弟就必受桎固 沈家园可以有很多女人 但我只能依附着她一个男人 直到半个月后 沈家园重新传唤了我 我对她百般柔情 她很放纵 染红了眼烧 我生母杨姨娘曾是个妻子 会弹琵琶 会跳舞 我还曾在她屋里 看过各种各样的册子 我很早就不是九姐姐那样 不安事事的规格小姐了 虽然那时惊如雷劈 面红心跳 人都猛了半晌 然而以色式人终不能长久 何松迷恋了杨姨娘一段时间 后来还不是有了新欢 我要在沈家园对我最感兴趣的时候 救出我的弟弟阿盈 酣畅过后 我抱着她 久久不愿撒手 爷 我错了 沈家园搂着我的腰 漫不经心道 错哪了 我抬头看她 四目相对 她的眼睛深邃漆黑 像是隐匿着悠悠星河 这些日子被爷冷着 窃心如刀割 后知后觉的才明白 爷在我心里有多重要 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爷 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着 梦里梦外都是爷 人都瘦了一圈了 沈家园在我腰间捏了一把 这是瘦了一圈了 我善笑 虚胖虚胖 但顿了顿 贼心不死的 我又攀上她的身子 直直对着她的眼睛 不管爷信不信 妾的命是爷给的 今生今世都会忠于爷一人 抄家时妾觉得自己尤为不幸 但遇到爷 妾才知自己和其幸运 我愿把命交给爷 更愿为爷生个孩子 说着 我又补充了句 让妾为爷生个孩子 便是死了也甘心的 沈家园的心也不是石头做的 她果真动容了 翻身将我压在身下 爱怜地吻了我的额头 十一娘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怎么舍得你死 又是乖乖听话 呵 男人 一晃三月 我和音音都没怀上沈家园的孩子 秦氏又气愤又郁闷 将气全撒在了我身上 没办法 相比音音 我和沈家园更和谐 她最常照见的 仍旧是我 我在秦氏的院里 占了三个小时的规矩 日头毒辣 晒得头脑晕胀 秦氏总爱让我占规矩 我从一开始的 不习惯到最后 站出来惊艳 昂首挺胸 姿势标准 还晒出了小麦色的皮肤 沈家园尤其喜欢 有一次当众夸我 别有风情 秦氏于是不罚我占规矩了 又罚我去抄金刚精 这玩笑开大了 我最怕的就是抄书 但我又不敢得罪她 一个当家主母 掌碧切的生死大权 前几日 沈家园告诉我 她已经托人将我弟弟阿营 带去了边防军营 阿营是罪奴身份 她如今在七将军 麾下的军师队伍中 当个书童 将来若是好好表现 有了军功 说不定可以脱离剑籍 我听了格外开心 当晚在沈家园身下承欢 狗腿子似的 一遍又一遍地阿谀奉承她 爷 您好厉害呢 切离不开您 永远都不要丢下切好吗 您就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爷 切要给您生个孩子 不 生很多很多孩子 切要永远跟爷在一起 我的甜言蜜语颇有成效 沈家园对我日复一日地好了 秦氏罚我抄金刚经时 我正抓耳挠腮地和攀攀想办法 沈家园突然来了我的院子 不知何时 她偶尔空闲会经过我的院子 进来看我一眼 我在抄金刚经 自写得像蜈蚣 她翻看了几页 嘴角抽出了下 别写了 明日我去巡查西田营 你随我同去 我不敢置信地说 这是夫人让钞的 她表情淡淡的 你收拾下行李 此次出行 要好几日才能回来 我真是喜极而泣 在去西田营的路上 沈家园问我 坐马车累不累 我说累 颠簸得屁股疼 于是 侍从牵来了她的乌锥宝马 沈家园将我拦腰抱了上去 我俩同成一起 她身上有好闻的松香味 气息轻烈 我偷瞄她一眼 只看到她坚毅的下巴 棱角分明的轮廓 多让人心动啊 只是我的屁股颠簸得更疼了 西田营是军户所 沈家园的到来 让无数大小官员 热情地如见亲人 但我看得出 他们怕她 谁不怕她呢 常宁侯府世代功勋 祖上出过两位皇后 三朝元老 已是的老侯爷 是国之重臣 沈家园如今亦是身居高位之人 宫里那些人 哪个不给她面子的 我是众目睽睽之下 被她抱下马的 于是那些官员女眷 十分厄于奉承我 一口一个夫人地 将我簇拥进了内屋 秦氏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包了我的皮 他们待我十分好 热络地让人受宠若惊 可我怕说错了话 给沈家园添麻烦 所以表现得十分低调 后来 大家说说笑笑 都放松了警惕 我应付得有些无聊 也不知沈家园那边 何时才能结束访谈 有个很有眼力尽的官眷 见我带眷 赶忙说 待会安排了一击来谈古琴 我忽然想到了我的九姐姐 朝廷有三所军纪营 西田营就有其中一处 不知她再不在这里呢 这样想着 我已经开了口 有没有会谈空侯的一击 我的九姐姐 曾经一袭白衣 贵报空侯 清承之貌 长发以礼 一曲空侯音律 令五皇子动了心 他们先是说没有 后来又说 赤羽军营中 倒是有个会谈空侯的妓子 尤其貌美 深得曹将军喜爱 但他们又说 再喜欢也就是个妓 若是有同僚看上了这妓子 曹大人也会很大方地 跟大家分享他 后来女眷们又聊起了其他的 说是今年科考电视 荣灯榜首的状元郎名叫张亚 长得真是面如关玉 一表人才 我握住茶杯的手顿了一顿 他们还说 几位公主争着想要嫁给他呢 状元郎登科汉林 仕途正盛 后来我有了些许小心事 张亚那个人呢 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那时何家已经将我这个不受宠的女儿 指给了他 有一次他来府里找我嫡出的二哥 绕路到了我院门外那条家道 他可能是好奇 将来的妻子长什么样 可巧那时 我正沥了桶水回去洗衣服 见他凑着脑袋往胡同里看 以为他是哪里来的登途浪子 一桶水全泼在他脑袋上了 他转过身来 他愣了 我也愣了 他虽然穷 穿得一般 但特别干净 尤其是那张脸 肤色白皙 眼睛明亮 很是好看 当然我长得也不差的 否则他不会红了脸 顾不上自己湿答答的样子 紧张地向我行了个衣礼 十一小姐 我好奇地看他 你认识我 他抿了抿唇 脸很红 从怀里掏出块玉佩给我 小声张哑 果子见共生 于是我明白了 故作镇定地问他 你给我玉佩做什么 他目光热热地看着我 脸红到了耳根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要给我未来妻子 我纵使脸皮在后 此刻也有些心慌 从他面前匆匆而过 你且先收着 等夫人过了门再给他吧 有道是 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雨泪先流 有道还是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总之 我心痛了几秒 过后就没啥心思了 因为沈家园喝多了 我麻溜地回去伺候他了 屋内长明灯摇曳 一事尽名 沈家园身上有酒气 我为他宽衣 他的目光却一直盯着我看 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 爷 他的手抚摸我的脸 接着又轻轻捏起我的下巴 四目对视 他眸光深邃 十一娘 你高兴吗 我赶忙点头 顺势还住他的身子 将头埋在他怀里 高兴 只要能跟爷在一起 妾就十分高兴 我一直爱慕着爷的 我一贯的甜言蜜语 到了西田营 不知为何起不了作用了 他眼中情绪难辨 冷哼一声 嫌弃地松开了我的下巴 你真虚伪 我愣了 他宽衣上了他 一瞬间的愣着过后 我恢复了一脸狗腿子的笑 跟着他上了床 爷 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您就是妾的命 妾愿为您上刀山下火海 今生今世妾都不会离开您的 生是爷的人 死是爷的鬼 这一招一贯有效的 可这次不知怎么了 他推开了我 我酝酿了下情绪 又重新钻进他怀里 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委屈巴巴 声音喊着哭腔 爷 我边哭边去抱他 一个劲地往他怀里钻 心里是真发慌 怎么莫名其妙地 就要失宠了呢 好在他没有坚持将我推开 在我眼泪抹了他一身时 他抱住了我 我的耳朵贴在他胸膛 听着他从胸腔深处 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哎 我赢了 从西田营回去的路上 我们遇到了刺客 当时我正坐在马车里 听到外面攀攀一声尖叫 马车一个颠簸 四周混乱 有兵戈打斗的声音 我害怕地掀开车帘 好一会儿才在混乱之中 找到沈家园的身影 他功夫很好 一见疯人喉 眼皮溅了一滴血 眼睛都没眨一下 空气中有血腥味 我刚要缩回车里 突然被一只大手拽了出来 刺客同伙拽着我上马狂奔 我吓得大叫 侯爷救我呀 没办法 我也知道这样很耸 有为我愿为他上刀山下火海的誓言 可是你们知道 我说愿为他上刀山下火海的时候 并不知道真的有刀山火海呀 我要是知道真的有 我是肯定不会那么说的 总之沈家园还算仗义 他追上去救了我 还一见击杀了刺客 我抱着他的腰 热泪盈眶 爷 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妾愿为您上刀山下火海 得 狗改不了吃食 乐极生悲呀 没想到还没死透的刺客 突然射出一只镖 更没想到沈家园敏锐地 察觉出了异常 一把将我推开了 结果就是刺客的飞镖射中了他 他送了刺客最后一程 更狗血的是 镖上有毒 回到侯府 沈家园中毒昏迷不醒 宫里太医全给找来了 满屋子的人 李公子也在 皇帝和太后 都拆亲信过来看他 晚些时候 连三皇子和五皇子等人也来了 老夫人哭得死去活来 被人搀扶着 太医说 此毒难解 我跪在屋外的长廊下 秦氏把我的脸打得面目全非 我有些头晕 喉咙兴甜 昏了过去 我很明白自己难逃一死 但没人想到 在这紧要关头 太医说我有了身孕 老夫人大悲大喜 也晕了过去 秦氏命人将我关了起来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我又明白了 等我生下孩子 就是死期 可我不想死 嘴上说说容易 谁又能真的义无反顾地去死呢 我被关了半个月 听说沈家园还没醒 怕是凶多吉少了 心里实在慌得厉害 后来我请攀攀帮了个忙 我穿了丫鬟的衣服 在晚些时候 佣人交替班职 打扮成了沈家园院里婢女的模样 溜进了她的院子 结果一眼 就被她的侍从阿笋认了出来 我苦苦求她 我就看侯爷一眼 我如今怀了侯爷的骨肉 说不定同她说说话 她能感受到孩子的存在啊 让我看看她吧 阿笋动容了 她流泪了 她从小就被迈进常宁侯府 对侯爷感情深厚 我成功地进了屋里 但我骗了她 我是来跟沈家园辞行的 我已经收拾好了包袱 打算趁夜深人静 和潘潘一起从后院狗洞钻出去 沈家园安静地躺在床上 英俊的眉眼 长洁垂下暗影 轮廓冷峻 她瘦了好多 面色苍白 好看得唇没了血色 我坐在床边 将她的手放在小腹 叙叙叨叨地说了好多话 爷 我走了呀 原谅我 我只是一个俗人 贪生怕死的 爷 天涯海角 我都会好好把孩子生下来 我会好好养大他 你若是死了 往后清明寒时 都会让他给您磕头烧纸 我说着说着 气不成声 这次的眼泪是真的 感情也是真的 我最后趴在他身上 吻了他的唇 他的手 我的眼泪落在他的脸上 手上 爷 此时此刻 我是真的喜欢你的 月黑风高 我和潘潘收拾了行李 那个傻孩子真是傻 我让他去偷长宁猴覆盖了戳子的录影文书 他还顺带偷了只据说挺值钱的花瓶 我恨铁不成钢地给放下了 逃亡 逃亡你懂吗 他赶忙点头 从怀里掏出一个眼熟的钱袋子 我还偷了林姨娘的钱袋子 我愣了下 摸了他的头 好孩子 一切都很顺利 我才怀孕三个多月 身形依旧灵敏 很容易就钻出了狗洞 只是潘潘在钻出来的时候 被卡住了肚子 急得我满头是汗 不是告诉过你 提前一天不要吃东西吗 潘潘快哭了 我饿呀 不吃饱哪有力气跑 我十分无语 最后蹲下来 用手扒了那个狗洞 试图扩张一些 然而没等我扒了好 院里突然传来一阵嘈杂 潘潘挣扎着对我说 姨娘你快跑吧 他们发现了 开玩笑 我跑了 潘潘必死无疑 我和称虽然贪生怕死 但绝不是无耻之徒 我急红了眼 更加用力地去扒拉砖头 手上一阵钻心的疼 才知道潘潘这个狗东西 我好不容易伸进去的手 被他一个挣扎压住了 卡在了他和砖头之中 潘潘哭了 姨娘 你快跑啊 不要管我 我也哭了 你倒是放开我呀 结果就是 阿笋带人站在了我面前 看到了这一番奇妙场景 我们没跑成 还劳架了他们 帮忙把潘潘和我的手给救出来 后来阿笋把我带回了沈家园的院子 我都到了院子里了 还在想方设法地糊弄他 阿笋 你就当不知道这件事成吗 反正侯爷昏迷不醒 我腹中可是侯爷唯一的骨肉啊 你也不希望我出事吧 阿笋面色古怪 上前打开门 将我推了进去 诚如你们所料 沈家园醒了 他坐在正堂的椅子上 屋内灯火通明 看得到他脸上任何一个细微表情 他瘦了很多 但依旧是枝兰玉树般的一道影子 见眉心目 嘴唇苍白 有种病态美 我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 吓出一身冷汗 爷 爷呀 您听我解释 且不是贪生怕死 主要是腹中有您的孩子 他目光阴沉 脸色难看至极 是我从未见过的表情 我痛哭流涕地抱住他的腿 他的手卡在了我的脖子上 力气竟还那么大 十一娘 我恨不能杀了你 我的眼泪滚落下来 滴到了他手上 爷 等我生下孩子吧 到时候我自己了断成吗 他目光直直地看着我 直击我灵魂深处 我觉得自己难堪极了 爷 您舍命救我 我甘愿陪您赴死 但我有了您的骨肉 人一旦有了牵挂 就会陷入两难 您也明白 我若在府里生下孩子 只能活孩子一个 我跑了最起码娘俩 都能活命 虽然对不起您 但我是真的舍不得孩子啊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是会跑 他冷笑一声 你就不顾你弟弟了 我坦言 我顾着他的前提是 我得活着呀 我都自身难保了 谁都顾不得的 他眼中 有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知道我让他失望了 成日里甜言蜜语地哄他 如今真出了事 我跑得比谁都快 我握住他卡着我喉咙的那只手 却发现手中有血 巴拉狗洞的时候 我的手受伤了 阿笋拽出我的手时 手背那面蹭出了血 他眉头皱了下 松开了我 我见是扑到他怀里 呜呜地哭 您看 我为了攀攀都 伤成这样了 我明明可以自己跑的 我也不是那种 贪生怕死的人 我也是重情重义的 他推开了我 你莫不是想跑没跑成吧 我心塞了 半赏不知说什么好 铁了心往他怀里钻 结果用力过猛 脑袋撞到了他胸口受伤之处 沈家园吃痛猛咳几声 我脸都下白了 赶忙去给他拍后背 十一娘 你是巴布的我赶紧死吧 我又哭了 爷 妾冤枉 您若是死了 妾绝不苟活 得 说完我就知道不妙了 果然 沈家园冷笑一声 是真呵呵了 从此以后 我在他面前 彻底没脸了 所幸是没脸了 我厚脸皮的功底 又增加了几分 他好长时间 对我都是冷言冷语 不给一个好脸 但我不在乎 我狗腿子似的 天天赖在他院里不走 端茶倒水 侍奉汤药 热情洋溢 殷勤周到 秦氏当然看不惯 但他没办法 如今我怀着身孕 老夫人都默许了我的存在 他一定咬牙切齿 等着我生下孩子呢 为今之计 唯有讨好 沈家园 抱住他的大腿 才能保我小命 比如此时此刻 我正躺被窝里 抱着他的腰 盘着他的腿 睡得香甜 口水浸湿了 他衣衫 果然 他嫌弃地推醒了我 让我回去 我把他的腿 盘得更紧了 爷 您夜里若是醒了 且能第一时间 给您端茶倒水 呵呵 他冷笑两声 你若不说 我还以为身边 睡了一只猪呢 我最近确实胖了 也是睡 我原本就不是什么 骨感美人 除了脸看起来小巧 其实身材匀称 很有肉感 这当然也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沈家园 就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他晚上睡觉时 都要捏一捏 我腰间的薄肉 怀孕五月 我胃口更加好了 也更加猪圆郁润了 沈家园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又恢复了生龙活虎 无奈我肚子渐渐大了 两人睡在一起 有很多不便 于是我提议 明日让林姨娘过来 伺候爷吧 她掰过我的脸 意味不明地看着我 我又说 爷不喜欢阴阴 梅玉也可以的 梅玉是我进府之前 沈家园的一个通房 是秦氏为她挑选的 我说完就感觉气氛不妙 沈家园凑到我耳边 行啊 就依十一娘吧 我想起上次阴阴事件 脑中警铃大作 赶忙产笑 爷 算了吧 我怕他们伺候不好您 亲力亲为 才能放心 是吗 是的 熄灯睡觉吧 我觉得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可能因怀孕的缘故 偶尔我也有伤感的时候 抱着她的脖子 泪流不止 爷 如果真的要去母留子 您一定要答应我 善待我的弟弟 沈家园像看智障似的看着我 得 当我没说 我也希望自己好好活着 那时我腹中隐约已有胎动 喜不自胜 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 想到腹中有个属于我的孩子 幸福地想哭 当然了 沈家园也是 她的手抚摸在我肚子上 神情是特别柔软的 我觉得她一定是个很好的父亲 后来我渐渐的月份大了 实在是不方便了 就搬回了自己院里 刚好那一段时间她特别忙 整日早出晚归的 还有几次夜不归宿 潘潘问阿笋侯爷留宿在了哪里 阿笋有些尴尬 后来潘潘偷偷告诉我 侯爷是住在了春香楼 京中很有名的一家妓院 潘潘问我怎么办 我敲了他的脑袋 孩子 认清咱们的身份 我只是一个妾 主母夫人都没着急 我凑哪门子的热闹 我能活着已经是万幸了 管她睡在哪里呢 人都要先顾好自己 才有机会想别的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 沈家园没有让音音 美玉去伺候她 看来真是不喜欢她们 终究是妾不如计 外面的才有意思 很难避免呢 男人混在一起 以此为乐 府里机械共享 在他们口中 也是常有的雅士 沈家园年轻气盛 自然是有需求的 好在她从不带回府里 也没有在府里养家计 外面留宿回来 会洗了澡 换干净的衣服来看我 我那时真的胖得像猪一样了 照镜子都觉得自己好丑好丑 沈家园也没嫌弃我 但我很好 我没什么不满足的 但是人呢 往往都是站到了山的最高处 才知上面已经没了路 怀孕七个多月时 我小产了 是音音在我的汤里下了药 我与她无冤无仇 她害死了我的孩子 但是音音不这么认为 她疯了一般地 跪在沈家园面前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都是一样的闭怯啊 她凭什么那么好命 她得了爷的宠爱 怀了爷的孩子 我呢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想侍奉爷 我喜欢爷 爷为什么不看我一眼 潘潘说 她哭闹完了 侯爷命人 将她乱棍打死了 破席子一卷 扔去城南乱坟岗了 她说的时候 心有余悸 我也心有余悸 我失去了孩子 浑浑噩噩了好久 人都有些磨正了 七个月了 秦氏又不会害我的孩子 没想到会败在音音手里 沈家园一开始常来看我 有一次还抱着痛哭的我劝慰 她说十一娘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以后还可以生很多孩子 我没注意 她的眼圈也是红的 也忘了她也是 失去孩子的父亲 我沉浸在痛苦中 无法自拔 后来等我身子 恢复得好些了 同她睡过一次 但因为始终走不出丧子之痛 兴致阑珊 她也觉得索然无畏 对整日闷闷不乐的 我没了耐性 很久不曾来看我了 但她抬了我的位分 我如今是 常宁侯府沈侯爷的良妾 不再是身份卑贱的婢妾了 潘潘一直在劝我 她说 姨娘从前是想得开的人 如今怎么那么死脑筋呢 您不能一直这样拖死了自己啊 我醒悟过来 看到镜中的自己 才发觉我已经瘦得那么厉害 几日后 我去了沈家园的院子 却被阿笋拦在了外面 姨娘先回去吧 也有空会去看您的 屋内房门紧闭 有几个丫鬟在外面候着 于是我知道 沈家园带了女人回来了 我呆站着不肯走 果不其然 等到了房门打开 屋内走出个身姿曼妙 容颜妩媚的妙龄女子 跟她一同出来的 还有沈家园 一旁的丫鬟地上披风 沈家园为她披上 记好 我恍惚地问阿笋 她是谁 阿笋表情有些为难 是春香楼的宁宁姑娘 哦想起来了 潘潘曾经打听过 春香楼的头牌孙宁宁 人人都说她兵姬雪夫 柔媚无骨 让无数世家子弟为她疯狂 沈家园宿在外头的时候 都是在她那里 一定是很喜欢她的 我彻底地失宠了 这时才是真的如梦初醒 一段时间的好日子 让我忘了自己的身份 忘了沈家园的身份 常宁侯府世代显贵 她高高在上 对我短暂地好了一段时间 就让我迷失了自我 我太蠢了 沈家园本就是梁博之人 攀攀劝我重新振作 挽回沈家园的心 可我不愿了 我宁愿躺在院里晒太阳 膝上盖着毯子 看着树木叶子凋零 秦氏彻底遗忘了我 一个失宠狮子的碧妾 她已经不在意了 不出意外的话 我的余生 应该会在这院里 一直度过了 值得一喜的是 秋里我弟弟阿盈 给我写了第一封信 她说她一切都好 以前的梦想 是考取功名做大官 如今的梦想 是和好军师一样 成为一个出色的模式 人有梦想总是好的 阿盈还说 阿子 等我混出了名堂 就来见你 我不知道 自己还能不能 等到那一天 我愚蠢地对沈家园 动了心 结果如坠深渊 我从前觉得 自己没心没肺 如今觉得心肺 都被搅得四分五裂 她忘了我 但其实我应该感激她的 后来常宁侯府 摆了一场宴席 阵仗甚大 宫里的几位皇子都来了 我还见到了我的大姐 建议府的主母夫人 和氏 其实我们是没感情的 我甚至从小到大 都没见过她几次 她年长了我十八岁 和家出事的时候 嫁出去的姐姐们 有的受到了牵连 有的被夫家利保 得以拖难 大姐便是如此 她的婆家散了一半的家财 她才幸免于难 但她过得好不好 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面容很沧桑 看起来老了很多 她是随着建议大人 来参加宴席的 听闻我在府里 特意要来看我一眼 秦是同意了的 你们以为她 真是来看我的 当然不是 院门关上 她就十分凶狠地 冲我扑了过来 若不是攀攀拦着 她要生吃了我的 何称 你个不要脸的贱货 你的心都黑了 烂透了 你竟然给沈家园做妾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是害得我们 家破人亡的仇人 我愣了 脸有些白 大姐继续骂 父亲以贪污谋逆之罪 被包了皮是了草 告发她的是 经营府的人 定罪的 却是她沈家园 沈侯爷 她一句 轻飘飘地乱臣贼子 我们家上下一百五十口人 死得死 亡的亡 你却躺在她的床上 身是仇人 你怎么不去死 我后知后觉地明白了 我父亲和松那种人 贪污受贿有可能 怎会有胆子谋逆 经营府的人告发 沈家园定罪 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们河家 分明是战队战得太早 我九姐姐 差点就嫁给了五皇子 他们这是杀鸡警侯啊 王权纷争我不懂 国恨家仇我也不懂 河家的人怎样 也与我无关 但我知道我生母 杨姨娘被卖到了 侠中官窑 因水土不服 很快就病故了 我年幼的弟弟 也吃尽了苦头 我与何家的人 没多少感情 甚至看到 曾经欺辱我们的嫡母 吞金自尽 只觉心里麻木不仁 但这不代表 我可以给沈家园做妾 大姐骂完就走了 我在院子里 呆呆地坐了很久 直到秦氏差人来 叫我梳妆 潘潘打听清楚了 又惊又慌地 扑到我怀里 姨娘 您不能去啊 他们说有人 向侯爷讨要她的妾 美玉和孙宁宁 都给送人了 现在是要把你也送人啊 竟是这样 孙宁宁在沈家园的院子里 住了很长时间 终究是随意 被人赠送的王物 包括我也是 不是吗 沈家园是没有心的 我梳妆打扮了一番 静忠的自己 都有些不认识了 我瘦了那么多 如今也算是个骨感美人了 沈家园最不喜欢骨感美人了 我带着我的琵琶进了宴堂 大堂之内灯火通明 金碧辉煌 沈家园高坐之上 满堂贵宾 而我一袭红衣 眼中只看得到她 我说 爷 让妾为您弹首曲子吧 她的神情如此冷漠 锦衣华服 玉环束发 剑眉薄唇 一如初见 我笑了 眼前有些模糊 定了定神 半跪在大堂中央 我会弹琵琶 但从没有弹给她听过 这是第一次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 风筑沉香花已尽 日晚卷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雨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上好 也你犯清舟 只恐双溪则猛舟 再不动许多愁 琵琶声声 我眼中只有她 我们离得那样远 但我清楚地看到她眼中 有一闪而过的悲涩 那是对我们短暂的情分 最后的怀念 我弹完琵琶 有人惊呼 从前只知和府的九小姐空猴谈得好 竟不知还藏着十一娘这等角色 我诧异 这才发现 我的九姐姐何珍 竟然也在宴上 但此刻我们都是继子 被这位说话的曹将军 以物换物 他将我九姐姐送给了沈家园 沈家园将我送给了她 曾经要娶我九姐姐的五皇子旁边 坐着她的皇妃高士 冷眼看着她被送来送去 毫无波澜 而我们和家三姐妹 大姐是咬碎了牙往肚子李燕 我和九姐姐都认了命 垂了头 这时到 向来是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的 往事成空 记忆泛白 不用回头 回头无案 宴席过后 我被送上了一顶教年 就如同当初被李公子送去常宁侯府那般 我给潘潘留了全部的积蓄 让她自行珍重 我是没打算活下去的 但是教子没把我带去曹大人府上 我被送去了汉林府 主人是内阁的张汉林 曾经见了我会脸红的张样 如今已是沉稳庄重的汉林大人了 我向她行礼 妾十一娘 见过张汉林 张样皱了下眉 眉目清俊 一如往昔 她握住了我的手 称称 你的手这样凉 我不动声色地缩回 她却固执地握得更紧了 我去了 当我筹够了银子赶去奇装所 你已经跟李家的人走了 她说 我把我娘留给我的那块玉佩也给当了 但我晚了一步 人去楼空 他们说 你是主动跟人走的 我点了头 是 我不能像我九姐一样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输不起的 她苦笑 是 这不怪你 从那时起我便知道 无钱无事之人 什么都不配拥有 她还说 好在还有机会 称称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的 从今以后 你是我一个人的 物是人非 我已非完毕之身 张扬也已经娶妻了 汉林夫人是青州巡抚苏大人之女 京中贵族如云 巡抚之女也算不得多高的门第 但她说 苏玲玲心思单纯 会愿意接纳我成为她的良妾 我后来才知 所谓的心思单纯 是因为玲玲是个傻子 张扬登科汉林时 何等风光 皇室公主纷纷青睐 结果娶的竟是个傻姑娘 她说 苏家曾资助我入京赶考 后来何府出了事 我为了筹钱救你 答应了苏大人将来娶他女儿过门 就这样我从沈侯爷的良妾 变成了张汉林的良妾 张扬待我很好 但我却不能如当初爬上沈家园的床一样 爬上她的床 我坐不到了 张扬抓住我的手腕 那样清俊非凡的公子 眼里满是不甘 你在为谁守身如玉 沈家园吗 你以为她爱你 我告诉你 从来没有 当今圣上身体欠安 各路皇子藩王虎视眈眈 连太后都想掺和立储之势 沈侯爷看着风轻云淡 实则是站队了三皇子 都是会演戏的人 二人看着一点关联 也没有 甚至所有人都以为 沈家园支持的是七皇子 七皇子虽年幼 但生母淑妃 出自他们沈氏一族 是沈家园的嫡亲堂姐 常宁侯卫高权重 将来当个摄政王 岂不快哉 直到圣上一道御旨 降了淑妃的位分 众人才醒悟 但已经迟了 他和三皇子联手 不动声色地 将五皇子身边的权臣 瓦解得四分五裂 第一个动刀的 就是何家 如今五皇子也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此次若是败了 便再也没机会了 我不解 什么叫此次若是败了 便再也没机会了 张样笑了 你以为沈家园真的喜欢你 他那样性子的人 除了年少时 真心爱过一个秦三小姐 谁还能入了他的眼 唤妾这种事 沈侯爷是不屑做的 但是他看到了你九姐和真之后 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李安之所以在奇装所买你九姐 是因为你九姐姐像极了秦三小姐 他知道买回去之后 沈家园一定喜欢 但你九姐不愿 一头撞向柱子 于是李安买了你回去 最像秦三小姐的人是你九姐 而你 三分相像 自然也是能博沈家园喜欢的 如醍醐灌顶 我惊了 他出赐与我欢好时 我为了讨好他 英宁一声 他捂上了我的嘴 是因为身下女子 与他所爱之人有些相像 声音却不是他喜欢的吗 张样一直往我心口插刀子 他又说 沈侯爷那种人 你喜欢他什么 他把你推出来 挡刀子你看不出来吗 他夫人秦氏 是太后的亲侄女 就算做出天大的错 沈家也不能修了他 你为他生孩子 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他根本不会保你的 你随他去西田营 他故意表现得很宠你 让那帮人 以为他是贪恋美色 后来投其所好 送美女寻欢 结果都是自投罗网的鱼 被他全给端了 陈陈 别想着他了 他那样的人 不会有真心的 是的 不能想了 不该想了 于是我悠悠地叹息一声 汉林大人说了那么多 您占的是谁的对呢 张样笑了 将额头抵在我额上 陈陈 我谁也不占 我只是个汉林学士 只不过是将家财散尽 跟曹大人做了笔交易而已 你九姐是去刺杀沈家园的 他被五皇子利用 想要为何加报仇 并且天真的以为杀了沈家园 五皇子还会要他 那他为妾 他与秦三长得那么像 在沈家园的床上刺杀他 该是易如反掌吧 我闭上了眼睛 再次睁开 平静如水 汉林大人 与我无关了 沈家园是生是死 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我与他隔着血海深仇 从今以后再无瓜葛 张样爱怜地摸了下我的头发 琛琛 我知道一时让你 接受这些很难 内阁已经同意了我的受职 过几日我们出发江州 离开这里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七月 汉林举家迁移 离开了京城 所谓的举家 实际也就我和张样 还有玲玲而已 张样任职之府 江州临海 是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 但到了九月 皇帝驾崩 天下混乱 人心惶惶 皇城纷争 乱了那么两个月 连江州也跟着乱了 听说沈家园死了 五皇子调动全城三大营的兵马 入宫登基 却不料关键时刻 一直支持他的韩王和齐王 也反了 宫内对峙数日 杀得血流成河 争到了最后 大殿之上 力剑促促 本应远在边疆的七家军 围住了他们 七将军身后 是一身紫袍 面色清冷的沈侯爷 沈侯爷副手而立 单手举着皇帝遗诏 三皇子的皇位是正统 名正言顺 他们都败了 后来新帝登基 一切尘埃落定 年迈的太后 也收起了力爪 搬去皇家别院 遗养天年了 而江州临海 朝堂混乱之时 上流盈海 由海盗四处登岸 一路屠杀 凶残至极 张阳身为江州之府 外出巡查 抗击海扣 去的都是最危险的地方 很久都不曾回来了 玲玲很害怕 抱着我问 姐姐 相公不会有事吧 不会 我安慰她 也安慰自己 眼眶却有些湿润 想起临行之前 她望着我笑 温声道 琛琛 若我能活着回来 你肯不肯给我机会 重新开始 我那时说了什么呢 我说 肯的 你一定能活着回来 往后的日子还很长 我会陪你一起走下去 张扬眉眼温柔 如春风拂面 好 一言为定 人都是要往前走的呀 江州临海的几个县 百姓流离失所 孤苦无依 几位县城夫人 与我商议后 在城郊设了周棚和收留所 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我们很忙 很累 也很充实 我和玲玲 再等张扬回来 县城夫人们 也在等他们的丈夫 可我们都没等到 却先等来了海盗登案 附近的几个县庄 都是被抢杀掠夺过的 连理政官员都被杀了 海盗的目标是女人 果不其然 人群尖叫混乱 那帮歹人见男人砍 手起刀落 如砍白菜一般 而女人则被抓住捆起来 牲口一般扔在一处 我带着玲玲跑 但也自知在劫难逃 拐弯处 我将玲玲推开 让她不要回头 顺着胡同一直跑 我们一起在支付衙门会合 玲玲那个傻孩子 拼命地点头 很听话地往前跑 而我却放慢了脚步 将尾随身后的海盗 引到了另一条路 我觉得我的性命到了尽头了 被海盗掳走 是什么下场呢 我拔下了头上的发簪 望着步步逼近的海盗 对准了自己的喉咙 我的故事应该讲完了 我死于永安一年 心地登基那一年 希望玲玲和张漾 不要忘记才好 然而发簪没有插入喉咙 巷口风中有力箭破空而出 搜的一声 射穿了海盗的脑袋 海盗倒地 我错愕地待站着 一身冷汗 站在对面不远处的 是一身黑色紧服 冷若冰霜的沈家园 我愣住了 而他也没多看我一眼 收起长弓 转身去击杀别的海寇了 江州乱了三个月 朝廷终于派兵来了 却没想到来的是 常宁侯沈家园 我们得救了 知府衙门 玲玲扑进我怀里哭泣 姐姐 我等你好久你都不来 我以为你和相公一样 不要我了 我哄他 不会 我不会丢下你 相公也不会 他会回来的 朝廷的兵马很厉害 不多时就绞杀了登岸的海盗 沈家园还派了 麾下率兵继续追击 务必支持到张阳的队伍 而他自己却留在了知府衙门 坐镇指挥 江州平静了 我也很平静 态度公顺地向他行礼 多些沈侯爷搭救之恩 沈家园眼中毫无波澜 神情清冷 夫人客气了 举手之劳罢了 是的 举手之劳 他说这话时 正坐于高堂之上 举高临下地看我 手指有一下 眉一下地敲在桌子上 白玉般只泛着悠悠的光 而这等无耻之徒 白日说着举手之劳 晚上就闯进了我的房间 还顺手关了房门 我皱眉 戒备地看着他 沈侯爷这是做什么 他不回答 目光直直地看着我 幽暗不明 沈家园步步逼近 我意识到了危险 后退一步 我家大人外出未归 这里是知府衙门 请侯爷自重 不要乱来 玲玲就睡在我隔壁房间 我周旋着 准备夺门而出 沈家园却更快一步 一把拽过我的胳膊 反身禁锢我在怀 他附在我耳边 声音阴寒 你和张样睡了 我一愣 回过神来 道 这是我与大人之间的事 与沈侯爷无关 他冷笑一声 突然横腰抱起了我 走向床榻 我大惊 脸都白了 沈家园 你什么意思 你认为的那个意思 我奋力挣脱 又惊又怕 侯爷 你冷静一点 我是张大人的妾 您不能这么做 他竟然又笑了 眼中闪过一丝残忍 你很介意张大人的存在 我让他躺着回来 如何 我目光愣着 您这又是何必呢 屋内烛火熄灭 他不曾有任何犹豫 也不须在意我的感受 我哭了 脸上冰凉一片 他吻了我的眼睛 声音阴雅 十一娘 跟我回去吧 我止不住摇头 回不去了 今日之事 我只当从未发生过 侯爷今后 莫要再来 你我今生缘分已尽 你若纠缠不放 就是逼我去死 张阳的队伍 隔了三日才回来 他瘦了好多 面色苍白 还少了一只胳膊 我想起那些砍人的海扣 手起刀落 如砍白菜一般 忍不住泪流满面 玲玲疑惑地摸了摸 他空荡的那只袖子 咦 相公 你胳膊呢 张阳看到沈家园 并无意外 甚至还朝他点了点头 侯爷终于来了 沈家园看着他 我是来接十一娘回去的 张阳点头 是的 侯爷当初与卑职有约在先 是该接他回去了 我回不过神 看着张阳 张阳冲我温柔一笑 却显得极为勉强 琛琛 对不起啊 我骗了你 当初是沈侯爷先找的我 让我与曹大人做笔交易 暂时将你留在汉林府 沈侯爷是想等局势稳定 再接你回去的 可是我有私心 我想将你留在身边 所以不惜将你带到江州 我说了很多沈侯爷的坏话 离心你们 因为我心有不甘 你大概不知 我在状怨吉地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去投靠了沈家园 因为我想要你 我那时还没娶亲 我跟沈侯爷讨要了你 那是沈侯爷带你去西田巡营的时候 我找了他 说我们彼此定情 让他成全 可他拒绝了我 他不愿意 我后来越想越气 人人都说他大方 我都准备投靠他了 他连个妾都不愿意给我 我们明明有机会在一起的 他不肯成全 所以后来我存心 对你说那些话 就是想报复他而已 沈沈 你跟他回去吧 侯爷其实 真的是个不错的人呢 他心心念念的都是你 你大概忘了 你十三岁那年 跟着你嫡母和姐姐们 去太尉府看马球 回来的时候 他们把你忘了 你独自一人走了很远的小路回去 天昏地暗的 有辆马车一直跟着你 车夫邀了你三次上车 你警惕心太强 硬是自己走了回去 那车上坐的是沈侯爷 何家被超 李安也是受他所拖去买的你 本来就是冲着你去的 你非要自己站出来 张扬说着说着 眼泪掉了下来 却还努力冲我一笑 沈沈 回去吧 我如今这样 给不了你幸福的 我摇头 我哪也不去 我们说好的 等你回来就重新开始 你 我 玲玲 我们永远不分开 别傻了 回去吧 沈沈 我真的很累了 你让我安心好不好 张扬提背不堪 转身带着玲玲离开了 我愣在原地 直到被沈家园拥入怀中 沈家园说 孙宁宁是太后派来的戏作 我没碰过她 她搬过我的脸 目光清明坦然地看着我 你们何家被超 也不是我的事 你若不信 可以去问你九姐何真 她如今在京郊白马寺出家 做了姑子 我后来才知 我那九姐何真 也不是傻子 她没等到她的五皇子 来救她 直到被送到军纪营 身是三军 被人当作玩具 送来送去 一次次被凌辱 她终于清醒了 五皇子大概是太自信了 她以为何真 对她死心塌地 以为承诺 日后登基乃她为妃 就可以让她乖乖 为她做事 殊不知 在她日日煎熬的那些日子 早就不是从前的何真了 她的满腔爱意 都化作利刃 对准了曾经的爱人 我们何家的女儿 也是有骄傲和自尊的 尤其是嫡出的九小姐 我九姐在军中伺候的 大都是五皇子笼络的人 她也不是好糊弄的 天长日久地 躺在那些人怀中 终于逐渐明白了 一件可怕的事 何家的祸端 不是常宁侯 何松是个蠢笨的 只想着把女儿送上去 就高枕无忧了 他们被骗了 五皇子选了南阳高氏 做皇妃 何真是没弃子 何家也是弃子 检举何家的 是经兆府的人 与五皇子暗中 有书信来往 只因我九姐 曾尾身于她 她也曾说过 一定会娶我九姐 高家的女儿 清高自傲 高氏又承诺 助她称帝 逼她做了抉择 何家本就有 贪污受贿的把柄 一如反掌的就垮了 沈家元说 我唯一做错的事 就是给何家的 谋逆之罪 盖棺定论 但十一娘 我不后悔 五皇子得于忘权 我自然是 希望她越狠越好 是 没有沈家元 也会有其他人 何家是逃不掉的 十一娘 我一直心悦于你 你弟弟何盈 如今已然出息了 他此次随七将军 回了京 你还想不想见他 我愣了下 抬头看他 沈家元 你可真阴险 用我弟弟来做底牌 他点头 是 我不可能放过你的 你说过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做人不能言而无信 我随沈家元回了京 离开那日 张样没来送我 我回头望向江州城门 渐行渐远 眼中阴晕了水雾 我与张样的缘分 总是差了一点点 马车行至半路客栈 天色渐晚 沈家元寸步不离地守着我 晚上睡觉 也是紧紧禁锢我在怀 他说 你是有前科的人 我不相信你 我嘴角抽出了下 转身将他抱得更紧 如那时一样 双腿盘着他 你也是有前科的人 我也不相信你 他于是笑了 将我搂得更紧 你现在太瘦了 我不喜欢 我吻了他的唇 这样喜欢吗 沈家元眼中微光 妈撒我的后颈 嗓音低哑 喜欢 但不够 十一娘 我想你想得快要疯掉了 我从不知道自己 也会害怕 但我那时真的好怕 怕我护不住你 好在如今都过去了 再也没人 能对我构成威胁 秦氏已经死了 我也为你请了告命 今后 你就是我沈家元的正妻 没人能将你夺走 听起来 不错呢 我笑了 爷 如今你也学会 甜言蜜语来哄人了 不提还好 提了他就咬牙切齿了 爷跟你是不一样的 我是真心实意 你就是个骗子 说吧 惩罚式的吻我 天旋地转 恍惚之间 他染红了眼烧 十一娘 永远不要想着离开我 你跑不掉的 他今日不知怎么了 总是担心我会跑 事实证明 他的预感是对的 半夜趁他睡着 我卷了他的钱 去客栈后院签了马 悄悄地就溜了 我是要走的 我从未打算留在他身边 从我进了常宁侯府 就一直盘算着如何离开 李安埋我的时候 说让我给他表兄生个孩子 我也一直未改初衷 生个孩子 给侯府续香火而已 包括张亚 一开始 我也未曾想过 要留在他身边 为此 我在江州三月 学会了骑马 此日 当沈家园率兵追来的时候 我的马立于高坡之上 这是我盘算过的距离 他途经下坡 若是想追上我 要绕路到对面山头的小道 他追不上我的 坡下 沈家园骑着他的乌追马 一身悬衣 气息冷冽 鼻梁高挺 薄唇明起 一双眼睛光射寒星 十一娘 你什么意思 从前 都是他居高临下地看我 如今是我骑在马背 挺直腰杆 目光冷冷地看着他 沈家园 你这狗男人 你自己好好想想 可有对不住我的地方 他愣了 脸色又难看 犹豫了下 道 何家的事跟你解释过 孙宁宁的事你也知道 我想不出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误会 他说着 突然又笑了 是外面那些传闻 秦家的三小姐 十一娘吃醋了 我笑出了声 我吃你娘的醋 她顿时不笑了 但我似乎玩大了 她面色冷若冰霜 从身后拿出长弓 伸拉 利剑对准了我 我心里还是有点怂的 口气也软了下来 我不管你从前 对什么人做了什么事 但你害了我的孩子 我是不可能原谅你的 她的脸白了一白 手上的弓箭也放下来 急声道 十一娘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 我打断了她的话 不必解释 我都知道 是的 我都知道 知道是她让潘潘 在汤里下药 害死了我的孩子 也知道 茵茵只是刚好有坏心思 被她利用了而已 我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在我被送进 汉林府不久 潘潘托人 给了我一封信 我走的时候 给潘潘留了全部的钱 潘潘饿了两日 终于从后院的狗洞 钻了出去 她知道 沈家园要杀她的 潘潘是沈家的家生子 从小养在沈家的 沈家园才是她的主人 她来信说 姨娘 我大概快死了 侯爷的人追杀我 到了泉州 我可能活不成了 姨娘 对不起 我没有选择 侯爷杀我灭口 就是想让此事 永远无人知晓 但我想告诉你 你曾说过 都是一样的人 谁都有活着的权利 我不想死 我想活 你可不可以救我 那时 在汉林府 我拜托了张扬派人 去救她的 但可能沈家园的手下 耳目太多 派去找她的人 和她一起 没了消息 后来兵荒马乱的 谁也顾不上谁了 我都知道的 沈家园这么做 有苦衷 我相信 她也爱着那个孩子 行事所逼 她做了抉择 但她没有问过我 我说 侯爷当时 明明还可以 有别的选择 她说 我不能冒险 重来一次 我还是会这么做 多可笑啊 她驻新地登基 本就是一场最大的冒险 却在这件事上说 不能冒险 我抹了一把泪 向她行了个衣手礼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与侯爷今生缘分已尽 山高路远 不必再送 有风拂面 我没再看她一眼 也不知她手中的弓箭 有没有再对准了我 我拉了缰绳 飞奔而去 如果来得及 兴许我还可以赶到泉州 找到潘潘 也可能她已经被 沈家园的人杀了 但我自由了 我想起在 长宁侯府的那些日子 岩崖高阔 天空湛蓝 有难归的燕群飞过 我和潘潘都很羡慕 潘潘说 南方不知是什么样子的 我还从未离开过 长宁侯府 我说 书上说 春水碧于天 话传听雨绵 此生一定是有机会 去看一看的 是的 还有机会 一切都来得及 番外 沈家园 成真十一年 我出生在 中明鼎时的沈家 世代功勋的 长宁侯府 我母亲李氏一族 是皇商 经营着大洲多半的营圣 用富可敌国来形容 毫不夸张 我们沈家祖上 出过两位皇后 三代贤臣 我父亲是先帝的 托姑重臣 受万人敬仰 老来得子才有了我 身份尊贵 自是不必多说 我幼时得皇帝亲批 入宫做太子伴读 与太子是一同长大的 一朝天子一朝臣 皇帝这是提早 在为太子铺路 常宁侯府的门楣 让我无法拒绝 我与太子曾同寝同伴 亲如兄弟 但是后来太子死了 太医说死于长庸 但我不太信 太子死后不久 张贵妃自枪 皇帝杀了很多人 朝堂党与纷争 后宫全是阴谋 我是从小看在眼里的 厌恶至极 张贵妃以性命 给五皇子铺了一条路 五皇子也很争气 读书刻苦 人也聪明 但我并不喜欢他 皇帝也不喜欢他 人啊 对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总是那般固执 失了本心 后来我父亲逝世 皇帝一夜之间仓老许多 他曾召我入宫 问我 阿元 朕的这几个儿子 你觉得谁堪当大任 我自然是不能说的 我说 臣不知 难不成臣觉得 谁好 谁就能当太子吗 皇帝笑了 你啊你 和你父亲一样狡猾 后来他又说 朕把毕生的心血 都倾注到太子身上了 太子没了 朕命不久矣 我当然懂他 他与已逝的孙皇后 是少年夫妻 太子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张贵妃自呛 死无对证 没有人能证明 太子的死与他有关 五皇子是他的儿子 且是目前看来 最适合立储的皇子 但皇帝心有不甘 当然也有别的选择 有心思纯良 但出身低微 毫无根基的三皇子殿下 还有尚且年幼的七皇子殿下 皇帝的身体不允许他等了 他说 太后非我生母 前朝之事没少掺和 朕不计较罢了 但立储之事重大 太后娘家势力盘踞 自然是希望历年幼储君将来可以掌控 阿远你呢 你也主义七皇子吗 老狐狸这是挖坑等我跳啊 他问话时眼中有天子之威 七皇子的生母淑妃 出身我们沈氏一族 是我嫡亲的堂姐 他小看我了 我们沈家全是虽大 如日中天 但几代都是贤臣 我沈家园也不是那等野心勃勃的臣子 我说七皇子年幼不堪重任 臣主义的是三皇子殿下 皇帝眼中闪过金光 可惜他生母是宫女 身份低微 朝中无人扶持 难登大统 老狐狸还在这跟我装 我故作为难了下 那圣上和臣一起努力一把 皇帝龙心大悦 阿远那阿远 有你这句话 印成就有了一半胜算 皇帝高看我了吗 并不是 我比谁都清楚 我们沈家的根基 我父亲在朝中的威望 那些至交世博的忠诚 都有机会拖起一个 毫无根基的三皇子 但我也知道 这条路会很艰难 不过三皇子是纯善之人 我沈家园愿意一事 首当其冲的就是秦太后 他以为我会战队七皇子 为了快速地笼络我 迫不及待地将他侄女 太尉府的嫡女秦苗 指昏给了我 走过场时 太尉府举办了一场马球赛 那是我看得最隔应的一场比赛 秦苗的目光 恨不能粘在我身上 还有他那个傻里傻气的树媚秦静 在场的众多阴阴艳艳 那点小心思一览无疑 令人兴致所然 厌烦透顶 我讨厌女人 尤其是那些一脸吃相的女人 秦家的女儿 是太后企图束缚我的枷锁 让我心里不快 马球结束后 我在太尉府同秦大人说了会话 叹了下太后的口风 起身离开时 在门口匆匆撞上一人 端的茶水 险些见了我一身 是秦三小姐 秦静 如此熟悉的套路 如此尴尬的表演 她是不知我从小到大 被泼过多少回吗 府里的 外府的 宫里的 小到丫鬟 大到公主 都有泼过我的 果然 秦三柔柔弱弱 脸红了 含着哭腔往我身上泼 侯爷 晨宇不是故意的 我心生不悦 好巧不巧地看到 秦淼正朝这边走来 于是我立刻温声对秦三道 无妨 下次一定要注意了 烫到我就罢了 若是烫到了你 可怎么了得 秦三的脸更红了 喜不自胜 不远处 秦淼的脸却白了 我心情大好的离开了 马车在回府的路上 却见到了一个有趣的小姑娘 我一向记忆很好 先前马球场上 这小姑娘是坐在河家坐席的 看样子应是中书令府的小姐 有趣的是 当时大家都在看马球 而我余光一瞥 看到她偷偷打开帕子 将桌上的那叠桂花糕 整齐地包了几块 揣到了自己怀里 我有些好奇 拿起桂花糕尝了下 味道一般 不知为何要打包起来 当然 除了桂花糕 别的糕点 她也健养拿了一些 并且很聪明地将盘子整理一下 让人看不出少了太多 中书令家的小姐 这么贪吃吗 眼下看她独自一人走在道上 于是来了兴致 示意侍从问话 那驾车的侍从 于是放慢了车速 探出头去 小姐 怎么一个人呢 要不要上车带你一程 我想她一定会欣喜若狂地答应 常宁侯府的马车谁不认识 说不定她年龄 虽小也是个有心机的 留在这里是为了邂逅我 结果她头都没抬 自顾自地往前走 谢谢 不用 我认为她一定是没看清马车 侍从也是这么认为 于是驾车到她前面 以便她能看清楚 小姐上车吧 我们侯爷好心要送你回家 话刚说完 我从车帘处看到这姑娘抬了头 因走了很远的路 脸红扑扑的 额上有亮晶晶的汗 表情不太友善 语气不耐烦 我说了不用 你们赶紧走吧 侍从黑了一声 不识好歹 于是驾车走开了 到了前方拐弯茶铺 我也不知为何心念一动 下车喝了茶 过了许久 那小姑娘才走到茶铺 她硬是口渴了 眼睛看着桌上的茶壶 咽了口水 却又挪开了 继续赶路 真有趣 她父亲好歹是三品大员 她先是打包糕点 现在又连杯茶都不舍得喝 我的马车再次赶上了她 长宁侯府的叼车宝马 高大巍峨 车身都是皮革津贴的 可是当是从第三次要她上车时 她恼了 满脸的警惕 嗓门也高了 我告诉你们 不要乱来 我父亲是中书令和大人 你们再敢骚扰我 我就不客气了 我在车里笑出了声 侍从也很无语 巧声对我说 爷 咱们别管她了 这姑娘不太聪明的样子 管 当然得管 难得我心情甚好 于是一路你追我赶 每次马车超出她一段路 都会停下等她 等她来了 再慢悠悠地驶开 一番操作下来 天都黑了 姑娘脸都白了 还装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 但看得出她很害怕 手都攥得紧紧的 我也替她紧张 可她真能忍 硬是一个人走回了家 后来 我发觉 应该是我们的存在 刺激到了她 姑娘跑得特别快 也不觉得累了 火力全开 我有点意犹未尽 心里痒痒的 秦淼即将嫁入沈家的时候 我去过一趟太尉府 因着礼节 秦淼没好意思出来见我 反倒是她那个树妹 在我即将要离开时 于走廊处见了我 又是端给我一杯茶 她紧张得令人奇怪 我觉得茶里有猫腻 但我还是喝了 后来 头脑就有些晕 迷迷糊糊的 被她拉进了房 醒来后 我衣衫不整地 躺在她的闺房中 秦三是脱光了的 我很清楚 我什么都没干 但我面上波澜不惊地 握住了她的手 别怕 有我在 后来 秦三与她嫡姐 一同嫁入了常宁侯府 新婚之夜 我去的是秦三房内 秦淼直接就砸了新房的东西 我平时稍微对秦三和颜悦色 多说几句话 秦淼就受不了了 后来干脆发了狂 硬灌了她毒酒 秦三死了 我掐着秦淼的脖子 她恐惧地尿了裤子 后来我的后院消停了 我满门的心思 都是如何为三皇子立世 运筹帷幄 布局设计 用了三年的时间 终于能与五皇子势均立敌 五皇子急于得到南洋高市的支持 为了向高市表示诚意 将何家推入火坑 哦不 何家本来也不干净 贪污受贿罪名有时 五皇子自己要端地 我当然没意见 管他什么包皮食草 反正都是死 不如死得有价值一点 五皇子得于忘权 何家越惨 我越高兴 那是成真三十四年 我二十三了 灵星的也睡过几个女人 没有子嗣 母亲急了 她知道我不喜欢秦氏 也不喜欢秦氏为我挑的那个通房 于是托她侄子 我表弟 要为我内窃 我心念一动 对李安说 何家不是正在卖人吗 你去看看吧 把他们家的十一娘买回来 那小姑娘 如今得有时期了吧 不知是否如从前一般有趣 当天晚上 李安就把人送来了 我进暖阁时 她已经躺在床上等我了 真的长成大姑娘了 不湿粉袋 眉眼干净 皮肤白皙 嗯 很合我的胃口 她出息了 这种状况都不会慌了 眼里一片平静 但我突然 有些怀念她从前紧张的模样 我也没客气 直接宽衣上她 这时她闭着眼睛 睫毛颤抖 双手握拳护在胸前 我恶作剧一般 将她的手钳制住 屋内灯火宁静 她惊呼一声 睁眼看我一眼 又赶快地闭上了眼 她很害怕 所谓的平静都是假象 她也很矛盾 睫毛轻颤 又轻声唤了我一生爷 看得出来 她想讨好我 但我不喜欢她这样 捂上了她的嘴 我是有些喜欢她的 这些年太累了 皇帝已经撑到了尽头 做权臣太难 三皇子虽然争气 但心肠太软 是个缺陷 十一娘让我放松 让我快乐 在我的纵容之下 她越发胆大 我也是生平第一次 懂得了什么叫 抵死缠绵 我当然知道 她为何这么听话 但我不介意 不管是为了她弟弟 还是为了她自己 总之她在讨好我 她能让我快乐 别的无需在意 但我慢慢察觉 她心里没我 她身边的婢子 那么明目张胆地勾引我 她恍若未见 我给了她很多次机会 她置之不理 最后竟然在婢子胆大包天 在帐外试探时 对我说 爷 繁衍子嗣 多个人总是多些机会的 她不明白 我沈家园的孩子不是 随随便便谁都能生的 她也不在乎 她只是认了命 为了生存来我身边 我不高兴了 后来 那个婢子被叫来试寝了 这般没规矩的人 若是平日 早就被打发卖了 我让她跪在床边 作为惩罚 十一娘那边 也安排了个府里 最丑的婢子去侍奉 秦氏对她的打压 我是知道的 但我目前不宜得罪太后 索性秦氏 没有做得太出格 端茶倒水占规矩 辛苦她先受着吧 那半个月 秦氏不再罚她 她应该过得很舒心 但我有些想她 还是没忍住将她叫了过来 我明白 我心里已然有了她 她说她很想我 还说她知道错了 她说了很多讨好我的话 甜言蜜语地来哄我 不知有几分真真假假 但我很受用 也很喜欢听 心里一旦有了她 就见不得秦氏那样 对她了 秦氏罚她占规矩 我说她晒成麦色的皮肤 别有风情 秦氏又让她抄经文 她为难了 我也很早就知道 她虽是何家的小姐 却是个不受宠的庶女 书法作画都市缺陷 我带她去了西田营 却没想到 在那里见到了 来找我的新科状元 那时人人都以为 我支持的是七皇子 连我家堂姐和太后 也是这么认为 皇帝圣体欠安 此时入室并非好事 明哲保身才是关键 但她来投靠了我 状元郎是有谋略的新鲜血液 且一表人才 俊美无双 她来投靠 我自然是要给出诚意的 我问她想要什么 却没想到她抬起头 眼神坚毅明亮 何家的十一小姐 我诧异 惊讶 状元郎拒绝了 皇室公主的婚事 为的是我的妾 她说是 何家没垮的时候 她和十一娘有婚约 后来她凑够了钱 去奇装所熟人 却被李安抢先一步 震惊过后 我又庆幸 应该好好谢谢李安 与状元郎的谈判不欢而散 我虽很想为三皇子保留贤才 但十一娘是我心之所向 怎能割舍 后来我心情复杂地喝了些酒 晚些时候 十一娘匆匆赶来服侍 灯光下她面容娇好 泛着温柔的光 我捏起她的下巴问她 十一娘 你高兴吗 她一脸讨好的投入我怀里 笑得谄媚 高兴 只要能跟爷在一起 妾就十分高兴 我一直爱慕着爷的 我十分确定 她是在哄我了 于是冷了脸 你真虚伪 她曾经有那么好的姻缘 状元郎清秀俊美 又曾是她的未婚夫婿 让我有些嫉妒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个劲地往我怀里钻 还哭了鼻子 她有什么错呢 被卖到我身边为妾 她也只是想好好活着 保住弟弟 我心下不忍 长叹一声 将她搂在怀里 回府路上 我们遇刺了 是五皇子的人 我救了十一娘 但不小心被毒标所伤 昏迷了几日 其实在第七日的时候 我就醒了 但为了不打草惊蛇 端了西田营那伙 投靠五皇子的军户 同三皇子商议后 我没出房间 又过了几日 没想到十一娘 偷偷来看我了 初始有些感动 我知道她有了身孕 本想给她个惊喜 让她知道 我已经醒了 但又忍住想逗逗她 我想她一定是 十分伤心的 结果她一出口 就是晴天霹雳 爷 我走了呀 原谅我 我只是一个俗人 贪生怕死的 爷 天涯海角 我都会好好把孩子生下来 我会好好养大她 你若是死了 往后清明寒时 都会让她给您磕头烧纸 我被气得胸口都痛了 这就是我宠爱的妾 平日里说愿为我上刀山下活海的妾 说什么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 但说着说着 她就气不成声了 眼泪落在我脸上 温温热热的 她说 爷 此时此刻 我是真的喜欢你的 我心软了 在心里对自己说 算了 她没有错 只是想活着 后来阿笋将她捉回来 我虽然生气 但还是轻易地原谅了她 我那有嘴滑舌的妾 又开始用甜言蜜语 来哄我开心了 而我竟然狠吃她这一套 再后来 她肚子渐渐呆了 皇帝在昏迷不醒前 与我受益 降了淑妃的位分 宫里那帮人终于察觉出了不对 太后反应得太迟了 她终于知道 我要扶持的是三皇子 秦氏入宫回来后 脸上有掌印 气急败坏之下 为了牵制于我 他们打算对十一娘下手了 自古忠义不能两全 但我想护着她 可大局未定 我很怕自己护不住她 事已至此 孩子是不能要了 我准备了药 潘潘哭着说 爷 非要这么做吗 姨娘会恨您的 会恨我 不怕 先前那个婢子 不是一直对十一娘不满吗 给她个机会 让她来下药 安排这些的时候 我冷静得如从前一样 人人都说 长宁侯性子凉薄 但我脸上 不知为何冰凉一片 十一娘啊 不急 余生很长 我们还可以慢慢来 将来还会有孩子的 皇帝昏迷了 朝政把控在太后手中 我知道时间不多了 孙宁宁室 接近我的细作 这个时候 五皇子和太后 是站在一起的 太后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只要不是三皇子登基 对她来说 谁都可以 她母家盘踞朝堂多年 只要三皇子登位 有常宁侯府扶持 自是要建立新派朝臣 也能有他们的好日子过 这个时候 不得不疏远十一娘了 索性她刚失了孩子 好好地在府里养着吧 我已经很久 不曾见过她了 很想她 后来 侯府摆了一场 红门宴 他们还是算计 到了十一娘身上 试探着她 在我心里的重要性 十一娘谈了一曲枇杷 我心如刀脚 但是长宁侯府的 沈侯业 怎么能有软肋呢 我想起了 曾经的壮月郎 张汉林 她是聪明人 内阁汉林 明哲保身 没有参与任何一派的纷争 更重要的是 她对十一娘有情 我说 劳烦汉林暂时将我的妾安置一下 日后我会接她回来 我还说 你不要碰她 否则我会要了你的命 张汉林笑了 人到了我手里 侯爷就管不着了吧 有道是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我揪住了她的衣领 去年青州水坝的案子 你岳家也收了钱吧 一句话 她脸色变了 咬牙切齿 是的 干净温良如状元爷 为自己挑了个巡抚之女 夫人是个傻子 岳家还收过赃款 世人总有软肋 青州巡抚对张漾有再造之恩 曾资助她上京赶考 她要为十一娘赎身时的银子 也是人家借给她的 岳家有天大的错 她愤怒过后 还是选择了闭口不谈 状元爷终究也是一个普通人 只没想到 她后来竟然向内阁申请调职 带十一娘去了江州 而我 此时正与何家的九小姐合作 制造一场遇刺的假象 他们真好笑 说什么何真与秦三相貌相似 我从未喜欢过秦三 又怎会痴迷何酒 所有人都相信我死了 连秦氏也信了 常宁侯府还办了丧礼 我在想 消息传到江州的时候 十一娘会不会难过呢 我希望她难过 又不希望她太难过 在后来朝堂染血 三皇子登基 一切稳定之后 我想是时候去接十一娘了 秦氏已被我暗中处死 我给十一娘留了位置 她会很开心吧 我与皇帝辞别 率兵剿匪 年轻的皇帝 为政务眷累 拽住了我的衣袖 常宁侯 朕不可无你 我说 陛下 全臣谋士 都是您的臣子 坐到这个位置上 谁都可以失去 您是天子 最终全局 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皇帝松了手 是的 掌控全局的感觉真好 将十一娘哄回来 尾时费了一番功夫 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只没想到 一夜春宵过后 我竟然还是失去了她 我其实早就隐隐不安了 我没能掌控全局 她变了 她不再是从前温声细语 哄我开心的妾 她会反抗 会瞪我 眼神伶俐 我心慌 我想哄她 我说 十一娘 我想你想得快要疯掉了 我也想将甜言蜜语 说给她听 我想留住她 但她还是跑了 我失控了 我还是不了解她 从前只知她有坚毅的一面 却不知她心里藏着悠悠星河 她也不了解我 甚至我自己也变得不了解自己了 我做错了吗 错了 又好像没错 这天下这么大 找到一个人很容易 也很难 她像南非的燕 与我渐行渐远 我想 带我卸下身上的重担 我会义无反顾地去找她 无论千山万水 我只愿 能重新认识她 番外 何悠悠 我叫何悠悠 出生于永安二年 我娘叫何琛 我爹叫 嗯 我娘说她叫神狗 我出生于渔航 我娘她很厉害 在渔航 罗振开了家酒馆 生意不错 我娘有两个伙计 一个是潘潘沈沈 一个是大力叔叔 他们俩是一对 具体是怎么认识的呢 据说曾经有人派杀手 想杀潘潘 大力叔叔被派出去保护她 一路东躲西藏 终于有一天 被潘潘生米做成熟饭了 我后来问潘潘 是怎么做成熟饭的 潘潘思考了下说 碾压 全方位的碾压 大力叔叔将我抱走了 不要对三岁小孩讲这个 后来等我五岁了 我又去问潘潘 是怎么碾压的 潘潘思考了下说 越挫越勇 大力叔叔又将我拽走了 你娘让你赶紧去学堂 我不喜欢去私塾 狗圣和大头都有爹 我没有 夫子是个官夫 天天追着我问我娘 今天吃了什么 心情好不好 她说 花字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嫌愁 我说 嫌得才愁 有钱啥都不愁 她说 谁说的 我说 我娘说的 夫子不说话 那伙计 那伙计连工钱都不要 整天围着我娘转 我后来问她 你是不是贱呀 脸皮咋那么厚呢 她说 脸皮不厚 怎么吃肉 我一听 言之有理 又问她 你叫什么来着 她沉默了下 半赏 缓缓道 神狗 为了当我爹 你可真是够拼命的 不仅给我钱 买糖葫芦 连名字都改了 我同情地看了她一眼 她说 是啊 你能不能叫我一生爹 我说 啥 你让我叫你啥 爹 哎 我举着糖葫芦 眉开眼笑地走了 去你大爷的 去你大爷的